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吗 是足以把方建设拉下码的证据 是钱 听话 把东西给我 让我走行吗 这事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给我 我 素儿 我只有你了 我只有你了 不管你做什么你都骗不了我 你要的多的钱你只是为了去给我还债 你少自作多情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觉得你把那些钱给我 我能拿得心安理得吗 转真真 你是不是傻人 我能把事情处理得很漂亮 你不但能把债还亲 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知道吗 那你呢 我就是个将死之人 活不了几年了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不说别人了 说说你吧 说我 我挺好的呀 别装傻 就你跟谭生那儿 到底想怎么样啊 嗯 顺其自然吧 你放心 我管天管地 也管不着你谈恋爱 但是呢我还想提醒你一句 凡事不要陷得太深 我们 投入之前 先想清楚 到底值不值得 值得 就这么肯定吗 他人挺好的 他人挺好的 挺好的 哪儿好啊 刚认识他的时候 觉得他冷酷无情的 可是了解以后 发现他这个人挺真心情的 心里面 住着个英雄 真的喜欢吗 真的喜欢吗 嗯 我喜欢他 下心流 下心良就是你陪床的亲戚对吧 他是我亲戚 那又怎样 他还是你的同伙 你在车祸现场拿了钥匙包 和下心良两次潜入我家找东西 一直都没有找到 你们这才跑到飞车场去找 在那儿 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 发生了争执 他打伤了你 走 你早都已经清醒了 却一直在装傻 原因无非只有两个 第一 你无法面对警察的盘问 第二 你害怕遭到下心良的报复 你知道许佑年的手上除了钱 还有一份很要紧的东西 所以你和下心良一直在找他 没错吧 你们的确在飞车里找到了什么 还因此起了内讧 可惜 那份最要紧的东西 你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对吗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份名单 许优宁根本就没有放在车里 她一直都待在身上 她还活着 是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好好休息 改天我再来看你 咱们走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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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